嘿 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潘良華 因為今天有大概十幾位的原住民 兄弟姊妹來 他們一個博士有在跟我 建議說是不是叫我用北京去 好 我就稍後 盡量都用北京去來講 你們大家可以比較委屈一下 我先來回應剛才第一次的林老師 說在美國人聽的那句話 單字一字的 說很親切 我一次就是我去美國 在飛城Philadelphia 對於戰勝的紀念 紀念中 很多人在那裡 稍後逼他啦 我們在那裡參觀 之後都說台語 好 有一個聽到 從來 好 很久沒聽到台語了 問我說 我問你哪裡來 他說台中 現在他問我哪裡 我說我屏東 說阿極拼這樣 他們美國很大 他們在那裡參觀 又用屏東到台中 他們覺得說很大 所以說阿極拼這樣 他叫我去福州 他叫一年中國福州 他出桌 大飯店 想說要來看他們 那時候我們台商有開一個 報廢公司叫做先師百貨 我問那個飯店的人 他說 拐個彎就到 要求 那時候帶去 走半點 走半點 我想說 本來要坐警察 他說阿不用 拐個彎就到 走半點 如果拐兩個彎 走一點 OK 我們今天進入正題 我今天大家就是要 幫大家報告這個 這是我 在我們林比樹上 他的切 或是他演講 中間把節錄 整理出來 大家參考看看 我來算複習一下 我們來看台灣主權 地位現況 我捲舌 好像不可以損 待會兒大家就委屈一下 好 你看 1945年的9月2日 才是真正的停戰 但是還沒有中戰 中戰是要等到 舊軍戰合約生效 那個蔣介石的部隊 只是代表盟軍來台灣 接受日本軍的投降 還有包括把他們的武器 軍械剿 代表盟軍來佔領台灣 這個只是一個委託 那為什麼用命令 賣帥發佈命令 就是賣帥是太平洋戰區的總司令 那麼 蔣介石他只是 中國戰區的元帥 位階 比那個賣帥還低 好 那 中國國共內戰 結果在1949年的年底 中華民國被共產黨打敗 那他這個整個軍民這些難民 就逃到台灣來 是難民喔 武裝的難民 這個很特殊 一般難民都是沒有武器的 就只有他們有精良的美式的裝備 OK 好 那 先講跳到最近 我們為什麼會有民政府這個來源 就是從這邊開始 2006年的10月份 林志森發動228 故意找228這個數字 去控告美國 然後他 2008年的3月份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決 台灣人無國籍 那時候我們聽到這個 就覺得很震撼 台灣人沒有國籍 因為中華民國這個不是我們的國籍 而且聯邦地方法院 他是說 日本的法院 在舊金安合約 1951年的9月8號簽署以後 沒多久 東京的法院就判台灣人 喪失日本的國籍 然後 1946年的1月12號 中華民國把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都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那這個是美國跟英國的外交部都 連續三次的抗議說 合約還沒有確定 到底台灣的地位以後要交給誰 還沒有確定 你怎麼可以把 日本台灣的日本人 都規劃成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這個在2008年這個3年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決 台灣人沒有國籍 又沒有法理依據 OK 到了2009年的4月7號 我們 再上訴到聯邦的高等法院 那高等法院 然後 然後 又說台灣人沒有國籍 普遍承認的政府 因為現在那個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台灣民政府才是 才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自己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然後說 台灣人還生活在 中華民國的政治煉獄當中 你從最近這幾年 馬英九一上來執政 我們感受應該都感受得到 好 但是 在 法院在工房的時候 就是我們律師跟 美國國務院拍出來的 這個是 也是哈佛畢業的 這個有名的律師 Patterson 他說 美國沒有台灣的法理主權 剛開始 我們告美國 就是說我們要取回台灣的主權 因為 那時候我們認為說 台灣的主權在美國手上 結果 他說 沒有台灣的法理主權 為什麼 因為 他只是握有台灣主權 但是握有不代表擁有 就好像 你在路上看到 群裡 手牽手 握有 但是 還沒有結婚 就沒有擁有 還不一定 他要不要嫁你 或者他要娶你 所以握有 不代表擁有 OK 然後在1945年 那時候他在二戰的尾聲 這個日本天皇下招書 把日本憲法在台灣實施 而且在更早之前的 1937年4月1號那時候 不 37年的時候 就開始做華民化運動 就是推行日本國語 還有穿日本服裝 這個就是要把台灣人的生活習慣 文化都能夠像日本本土一樣 這是華民化運動 然後4月1號這個招書 日本實施憲法 然後開始在台灣有徵兵 這個徵兵就是代表 日本對台灣主權建國完成的這個象徵 而且那時候 日本天皇也讓台灣人可以參政 可以派五名的那個 眾議員可以到日本去參政 所以就變成日本 台灣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就有點像 中國對遼東半島這個 本來 馬關條約是也把 遼東半島也割讓給日本 但是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經過德國 蘇聯他們抗議 然後日本就又跟大清帝國簽了一個 遼南條約 就是奉天返還 這個地方也叫做奉天地區 就是奉天返還 就把這個地方又還給大清帝國 但是要求大清帝國要賠償 好像兩千萬兩的白銀 好 那蔣介石只是帶領美軍來佔領台灣 這是國際間的委任關係 這個可以跟舊金山合議 曹女前 杜勒斯 這是美國那時候的國務卿 還有日本的首相吉田茂 他們的會議記錄裡面有 那為什麼日本東京的靖國神聖內 還供奉著39,100位台灣的英寧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2011年 就是去年的12月21日 我們就到 我們民政務有150位 一起去敬拜這個台灣的英寧 這是第一次有台灣人去祭拜他們 那麼 在戰爭結束 二次戰爭結束的時候 韓國也有一些人 他也是供奉在東京的靖國神社裡面 可是在1952年 舊金山合約生效以後 韓國獨立 因為韓國他的這個皇帝 還擁有他們韓國的主權 他只是把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 因為韓國是殖民地 所以他們在舊金山合約生效日 那天以後 他們就獨立了 所以他們就把韓國衣的這些英寧 他們就自己請回去 他們自己去供奉 那麼我們台灣這些英寧 還沒有請回來我們台灣 就代表台灣還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是這個意思 那台灣政治的地位就是日暑美戰 流亡中華民國代理 占領 這個日暑是日本天皇首暑 好這個 我希望大家 我大概有列了22項 我希望 我們把這個法理預計 還有這個跡象 大家 22項裡面至少計個五六項 我們出去跟人家 跟你的朋友談的時候 他們如果說 沒有啊我沒有看到美軍在佔領台灣 你就可以 隨便 二十幾個裡面抓幾個出來 來跟他解說 好 就是剛剛說的一般命令 這是美國總統發佈 那這個 美國的總統就是三軍的統帥 那麥克阿瑟 只是總統下面的一個將軍 一個地區的總司令 那正本是給日本天皇 那副本 有命令蔣介石代表盟軍來 來接受日軍投降 那就是因為美國為日本的征服者 注意這個征服者 只要征服者他才有權利來分配盟軍 哪一些國家你應該去佔領哪裡 就好比說麥克阿瑟的命令 他也命令蘇聯軍 他去佔領北韓 還有東北那邊那個 中國的東北地區 然後命令蔣介石 去佔領台灣 還有北越 就是北尾16度以北 那蘇聯是被派去佔領韓國的38度線以北 OK 那很奇怪喔 他下命令給蘇聯是用國家的名稱 然後為什麼 命令蔣介石 不是用國家名稱喔 那是因為可能那時候 已經國共內戰那個態勢 已經出來了 那美國還想說不曉得誰會戰勝 不曉得誰會以後會代表中國 成為一個合法的政府 所以他只是命令蔣介石個人 這是有玄機 後來還好真的是 共產黨那個毛澤東打勝仗 所以 他沒有辦法用國家繼承的方式 因為這只是個人 OK 好 那舊金山合約 在1952年的4月28號升下 那裡面的第二條B 說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這個日本是日本政府 他放棄 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治理權 那主權還是在日本天皇手上 等於說好像 一塊土地 好像你的土地 我跟你租 只要我跟你簽約 那個錢繳給你 那你就放棄這個地上權 我在這個土地上 我要種什麼 我要種芒果 我要種紅龍果 這個 我要怎麼管理 這個就是我的權利了 可是沒有過戶 這塊土地還是你的 那個所有錢還是你的 那第二十三條約 確認美國是日本台灣 日本那個本土包括日俗台灣 他是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這合約上 這是國際合約 這個沒有辦法狡辯 也沒有辦法改 那麼 對日合約的擬定 還有跟同盟國協商 那時候大概有 五十一個國家協商 有簽字 但是簽完字以後 要送為他們各自的國家的國會 去審核通過 到後來只有 十八個國家 他的國會有通過 所以是五十一個國家簽署 但是只有四十八個國家 他們的國會有通過 那麼都是杜勒斯 他那時候是當 那個美國的國務卿 他在主導還有分配 OK 就是主導說哪些 像日本要放去哪裡啊 哪裡是歸血管 這個上面都有 合約書 合約都有講 好 那 1979年的1月1號 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麼 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原來 麥克阿瑟的命令 就整個斷掉了 所以美國他們 在1979年的4月10號 那個參眾院高票通過的台灣關係法 他追溯到1979年的1月1號生效 正好可以連接的上 無縫接軌 而且這個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他的位階等同憲法 他的位階等同憲法 這個美國是 那個舊金章合約 他才有這個權力跟義務 來定立這個台灣關係法 從來我們都沒有聽過 有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者法國台灣關係法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美國是台灣的占領方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 這個第二條B之六 還有C 他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來保護台灣人民安全 以及人權 還有經濟制度的穩定 這為什麼 因為他是主要佔領全國的義務跟權力 他要來保護台灣人民 所以 他裡面也有 台灣關係法裡面也有說 他要提供台灣防衛性的武器 而且 而且 你只要 台灣有受到經濟上的威脅 或者是 像1996年的台海危機 那個 中共 射飛彈到基隆外海 還有高雄外海 美國就 依據台灣關係法 他就派兩艘航空母艦 戰鬥群 來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 有沒有 這個 對 他 派兩三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介護台灣 這不是來交友遠足耶 這要花很多錢齁 對不對 那 但是因為 那時候的柯林頓總統 他 依照台灣關係法 才有權來派兵 那 柯林頓他在國會也是 收到參眾議員的議員的那個質詢 說你為什麼派兩艘 航空母艦戰鬥群 到台灣 你是不是拿了 中華民國有什麼好處給你 美國的那個柯林頓總統 很簡單的說 那是我們的佔領地 因為很多 年輕的眾議員參議員 他們都忘記 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犧牲了多少 美國大兵 多少飛機被打下來 多少船艦沉下去 這個損失慘重 才拿到台灣這個抵押品 還有那個琉球 琉球 跟 台灣都是美國的佔領地 那琉球是因為 比較小 而且離日本比較近 那 日本政府 就有要求 說讓琉球可以返還 那等一下應該還會講到 那 美國的前國務卿 鮑威爾 就是 那個破灣戰爭那個 很有名的將軍 他會來做到國務卿嘛 他在2004年 10月24號 在北京 接受記者訪問 他說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他 他說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因為美國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自理權 只是現在是由台灣自理當局代理中 這是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用詞 之前是中華民國流亡當局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就不能 從1979年1月1號以後 就不可以再稱中華民國 只能說台灣自理當局 其實美國他是常進人 他是躲在中華民國後面來管台灣 你看 台灣當局的總統 從梁蔣到李登輝 陳水扁馬英九 都要看美國臉色 美國都對台灣當局說三道日 什麼都是美國說了算 像以前要公投啊 美國說不可以啊 說獨立也不可以啊 什麼都不可以啊 你看這個事不宜美喔 2000年5月20日阿扁就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都很支持 民進黨的陳水扁 很高興說 終於台灣人出頭天了 台灣人當上總統 結果他就職那天就 說事不宜沒有 很多獨派都倒下來了 都變過 全世界沒有一個總統集結 說這個 說 我不要做這個 我不要做那個 大家都也起來說 我要做什麼 我要有什麼遠景 我要做到 什麼福利的國家 就像阿扁上去 事不亦沒有 說 這個 第一個 不宣佈台灣獨立 對 第二個 兩國論不入線 兩國論是 你政府說的 不舉行統獨公投 你會想說 美國不是和稱 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國家 為什麼 台灣不能舉行公投 一直到最近 就是秘書長 我們成立台灣民政 跟美國 美國那邊有在指導我們台灣民政 他說 你們台灣 要先發公民身份證 就是我們公民權利法案 裡面寫得很清楚 先要把台灣人跟外國人分清楚 台灣有兩種人 一個中國人一個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要怎麼公投啊 兩個 那個目標 理想不一樣的 一個 中國人是要把台灣 跟中國統一 那我們是想自己獨立自主 自己創造一個幸福的家園 這兩個 完全背道兒子 要怎麼公投 到底要聽誰的 所以美國就是說 台灣地位還沒有定好 都不可以 變更台灣的地位 包括 他也恐嚇中共那邊 不能用武力來 變更台灣的地位 這個 還有 不變更國號 還有 沒有會 統一綱領 國統會的問題 就是 這個就是 很有名的 是不亦沒有 這是 阿扁總統 他歷史上的 一定會寫這一筆 是不亦沒有 OK 還有 美國賀電的意義 所有的 當前 流亡中華民國總統 都要接受美國的賀電 這就像 一般命令的第一號 蔣介石一脈相傳的這個 一個授權書 那2004年阿扁 那個槍商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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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的賀電也都沒有來 然後 陳扁總統就要求 AIT的這個 夏欣 一個女孩子 那時候 跟他要求說 看能不能趕快要到 白宮的賀電 然後 夏欣也就 反映這個事情 結果 白宮後面 回消息說 知道 中華民國的 中選會 把公告貼上去 半個小時內 賀電就到 結果藍綠 就 中選會要貼 一個 要給他貼 一個不給他貼 在那邊拉扯 好不容易貼上去 好像有貼 一個 也就是 記者啪啪啪去 有的就傳回美國了 半個小時內 賀電就到了 為什麼要等賀電 等美國承認 你這個 總經理 我承認你的身份了 你才可以繼續 在台灣 領導台灣 就好比是 美國麥當勞總公司 派一個總經理到台灣分公司來 管理台灣麥當勞分公司 這個總經理 一定要 董事會有通過 有一個聘書給你 賀電就等於是聘書 這個總經理如果做不好 美國的董事會開會 隨時可以 給他解聘 直升機五分鐘就把他載走了 OK 就像那個馬可士 馬可士貪污腐敗 跟那個醫美代 那時候菲律賓鬧整個都反叛 包圍那個 那個叫坎南宮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總統府 美國就用軍機把馬可士夫就載到 夏威夷對不對 結果馬可士就在夏威夷 中老病死 這個就是 美國還是有那個權利 因為那個菲律賓以前也是美國的佔領地 而且菲律賓 也是美國幫忙他獨立的 他們的國勤日也是7月4號 這個7月4號 這個日期 很奇怪喔 我們台灣民政府在 美國華盛頓特區 掛牌也是7月4號 這個都有玄機 當時才會再來 沒聽過 好 現在內湖新蓋的AIT 戰地有2萬坪 花費大概1億5千萬美金 這個是全世界 美國駐外使館排第三大的 第一大的是伊拉克 因為伊拉克 他是那個回教 他們是恐怖組織很 自殺炸彈很盛行 所以美國 那個伊拉克的那個大使館 弄得很大 弄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有被他衝破 第二道尊共屋 還有第三道 那很難了 所以 那第二大的是北京大使館 那麼這個在內湖金湖路100號 他號稱可以防核彈攻擊 那麼朱祺 那時候是跟那個阿扁在當 台北市市長 他們有一個福爾摩擦基金會 是透過福爾摩擦基金會 租99年加99年 這個要進駐800名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 198年 上去差不多英雄了 對啊 對啊 這根本就是一個新的總督府的架勢 也是東南亞的那個電子作戰中心 跟那個資源中心 他所有的 那個器材建材 都是從美國運過來 而且都是美國人在施工 台灣人在施工 只有外面的那個圍牆籬巴 2004年的1月16號 阿扁宣布那個防疫性公投 那個公投的內容要經過美方過目 為什麼不給其他國家看 這代表美國才是老闆 老闆點頭說了是才算 好 那蔣介石你看 他所有的重要氣點會議 他都要穿軍裝 因為他知道 他是代理美國軍政府來占領管轄台灣 他要穿西裝 我印象蔣介石穿西裝是什麼時候 你們知道嗎 他結婚的時候 跟蔣宋美妮結婚的時候 還有一次他去南韓訪問 那時候跟韓國都有 還有邦交 兄弟之邦 他只有出國去 在南韓那邊有穿西裝 其他在台灣 我沒有看過他穿西裝 他都穿軍裝 好我們來 對比這個軍事基地 菲律賓 以前也是美國的佔領地 所以他那邊有設一個 克拉克空軍基地 還有一個蘇比克灣海軍基地 那來琉球 他有加佐納空軍基地 還有一個普天堅基地 那古巴 有觀察那摩灣基地 這個也是99年加99年 還有台灣清泉岡空軍基地 這以上 這個通通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所設的軍事基地 你看這些都是被 曾經 美國佔領的地方 很多人說 台灣如果沒有像美軍在佔領 這些跡象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在1979年之前 美國是承認 流氓的中華民國 但是1979年以後 就跟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美國制定台灣官基法 來代替本職是 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授權書 就是麥克阿瑟的一號命那個 而且 把流氓中華民國改成 台灣治理當局 讓這個流氓中華民國 的流氓政府 繼續統治管轄台灣 好 好 這個 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 也就是爸爸風災 馬英九 他通令所有的駐外的使館 不接受外國的救援 但是 也很疲疲的說 說現金刻意 說 你不用人 不用人 載東西來救 你錢來就好了 好 他有意讓解放軍 借這個機會 要進來台灣救援 美國沒這麼說 美國 那個情報單位知道以後 國防部 隨即跟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這邊 通令 你中華民國 的 救難單位 跟我美國的對口是國防部 很奇怪 一般民間的救援 美國有一個 美國國家救難總署 平常美國對外去救援 都是美國這個救難總署 在統籌指揮 在運籌 結果這次怎麼是國防部呢 因為台灣是 美國軍事佔領區 台灣 像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上司 上面就是 美國軍政府 再上去就是美國國防部 再上去就是美國總統 那麼流氓中華民國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呢 他的上司是AIT 美國在台協會 再上去就是國務院 再上去就是美國總統 所以 這兩個系統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是要取代 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我們現在接受 美國國防部的指導 一步一步 要把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各項 建制完成以後 由美國軍政府 解除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台灣治理當局的 一個部門一個部門 我們把美國把他接收過來 交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就不會直接對抗 就不會引起糾紛戰爭 因為老闆說 你政區到了 你可以回金門馬祖 這樣台灣人就出頭天了 你說對不對 我今天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人 有一個 他媽媽過往他 那時候 都用土種的嘛 所以都要 蓋棺論頂 要頂四個頂 對不對 對 我就偷工要來頂 五種頂科 有喔 萬年富貴 有喔 好 再來 福樂修 這一傳 有喔 現在在頂 可能頂了睡不好 這個頂了 頂下去 他說有喔 我那三個 OK 好 這樣你們才不會要睡 好 因為今天太累了 今天吵鬧很累 三個 過百人的沉坡 睡不好 所以 請大家回來要睡 OK OK 那前幾天的事情 美國軍機再次降落台灣 這個 五里孔一天 那個 這個 生媽的 馬皇帝 那個登基大典 美國派那個 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叫羅斯雷霆娜 這是共和黨籍的 他率領國會議員來台灣 祝賀馬英九 登基大典 OK 啊 主委這個就 知道我們鼻子裡面有說過了 他說要有誰說他 很奇怪 我們要去洋蔥 秘書 吃飯 他說12點入息 我們都也會 提早一下 還是說下午6點半入息 我們也都要提早去 尤其 比較親的 他說美國跟 中華民國也算比較親的 因為他們是同盟國啊 好 他竟然說過頭 你都請就對了 我想不到 我看了這個 說很愛笑 就對了 OK 他沒有生人 他沒有生人 你說 你不是國家嘛 做什麼總統 主席 好 對 跟他交代 好 你看 這家裡 去年3月11日 日本的核災 美國在3月18號撤僑來台 那時候中國最先撤僑 法國也是撤僑回歐洲 還有一部分是去韓國 那奇怪 為什麼美國不就近撤僑 到美署的關島 或者是美國的夏威夷 這奇怪 因為 講簡單一點 比較好體會 台灣 美國有50週 有50個家 那台灣是第51個家 這樣比較 比較好了解 暫時被占領 這是我占領地 我隨時要來 我是老闆 我隨時要來視察 都可以 你看 他們AIT 美國在台協會 在桃園機場 他自己設海關 自己檢查他們 美國公民 國民的這個 證件 中華民國的海關是靠邊站 因為 老闆要回來 你怎麼可以檢查老闆的身份證 拿出來看一下 你不要投到擠下去 那個美國它是依照舊金彈合約 第23條A款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 這有點奇怪 提問一下就知道了 因為 定台灣關係 他都不要跟 台灣人民協商 他直接在美國的參眾議員 大家通過 就實施了 都不用問我們 就表示他真的是老闆 老闆就不用問我們 人工我要做什麼 因為美國是佔領方 我們台灣人是被佔領方 上下位階 老闆跟職員 那個位階不一樣 職員一定要聽老闆說 你今天要送貨去哪裡 像說 有一個紅毛港 老闆 一個老闆叫他說 好 你把這些東西送到紅毛港 結果 高雄市也有一個紅毛港餐廳 哇 我送月送不到 只要送去紅毛港餐廳 老闆的命令 我們一定要執行 你不遵照執行 你不是被FIRE 用洗頭路 不然就可能 不太好過了 我們如果常常說 像現在 民進黨跟台電 都用西龍在反美 反日 Makio事件 和美牛事件 這都是 南軍的媒體 在操縱我們台灣人 去反美 本來 我們是要求美國 來跟我們合作 來把民政府弄好 他就故意 把你揉後腦就對了 那為什麼美國 可以自射海關在台灣 因為海關是一個 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那流行政府 那流行政府 他欲握有 非擁有 就剛剛講過 台灣主權的美國 他沒有權力 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就沒有辦法說 來檢查 他的老闆的身份 他進 台灣機場的海關的時候 這個 主人隨時 什麼時候要來 這個看門口 他是沒有權力 來審查主人 你知道嗎 你很興奮 好像抱了一見之仇 這樣 好 那2008年初 玉山四號賓推 政經賓推 那個陳水扁總統 他邀馬英九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 那個 他還是當那個 他當主席 要請他 但是馬英九他拒絕 可是AIT的處長 那個叫楊舒立 他跟美國的軍官 的官 美軍官員 已經坐那個雲爆假車 進到紅山指揮所 欸 指揮手欸 軍事機密的地方 可以讓人家隨便進去嗎 如果不是頂投上司 怎麼可以請他進去 只有上級四島單位 他才會來 這個指揮所四島 好 而且很奇怪 就只有AIT的處長 可以進去 其他那個 法國駐台灣的 那個代表 或者是英國台灣代表 都沒有辦法 好 那最近 南海的那個太平島 那個 不是鬧得很兇嗎 那個 那個 中華民國那個 流氓政府的立委 提議要求 海軍陸戰隊重返 因為 最早以前是 海軍陸戰隊在駐守 那後來 就怕有爭端 因為 國軍對國軍打 那個就變成國際戰爭 那如果說派海巡署 是屬於 那個警務單位的 那個衝擊 那個對立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後來就派海巡署 在那邊駐防 而且那時候 也把那個 海蟲術 這個飛彈也撤走了 那現在又 希望把它揮入裝置 可是 被AIT 反對 而作罷 AIT 怎麼有那麼大的能耐 它只是一個 民間的商業機構 可以 輕輕鬆鬆 就可以制止 中華民國要怎麼部署部隊 還有那個 飛彈裝備 這個就可以看出 美國還是佔領軍 他是老大 還有 被美國下令突銷 流亡中華民國 國徽的各式軍事武器 好 這個是漢光28眼鏡 你看這個塗掉了 這個都看不到了 這個都塗黑了 這個也塗黑了 好 這個飛機這個也塗黑了 有沒有 因為 我們秘書長他告美國 他說 你美國你自己說的 恐怖分子的三大要件 第一個不是國家 像賓拉登他不是國家 他有武器 不是國家有武器 賓拉登也有武器 還有 在當地爭兵 賓拉登到處抓 回家的那些國家的人去 當兵有沒有 跟中華民國一樣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有武器啊 對不對 還叫我們去當兵啊 哇多哈 中華民國是恐怖組織 所以我們告他以後 美國就從去年的 7月1號開始 就叫他們陸陸續續開始把 那個中華民國部隊的logo都拿掉 包括他們帽子 這個有一個 國會都拿掉了 那台澎金馬加入WTO 是由美國協助 以獨立分離關稅領域的名義加入 獨立關稅領域是什麼意思 就是占領區 那為什麼有一個獨立一個分離 台灣跟澎湖是分離關稅領域 台灣跟澎湖是分離關稅領域 那金門跟馬祖他是獨立關稅領域 那金門跟馬祖他是獨立關稅領域 為什麼美國要協助 因為他是老闆嘛 他是老大哥 為什麼不是英國來協助 蘇聯也沒有來協助 什麼都是美國 什麼都是美國說的算 這個美國他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事 依什麼法 依憲法 依他跟國外所簽的 這些各式各樣的條約協定 那些都是位階都是等同憲法 這個美國總統 他是行政部門一定要遵守 而且那些條約都是經過參眾議員通過的 位階等到美國憲法 美國總統受國會 還有法院的監督不敢違法 所有的國際社會 都了解台灣的真實地位 因為他們 從外面看台灣很清楚 可是台灣人在當局證明 被中華民國國民黨 那個67年的那個奴化教育 育民教育 自己都認同中國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所以 台灣人現在都是被蒙在鼓裡 從剛剛的種種的跡象跟法理的依據 美國一直在管轄台灣 美國從未離開台灣 一直在佔領中 雖然美國在1979年 1月1號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然後他們的條件就是說 美國要從台灣撤軍 有 台灣有 美國有撤軍 可是很多是變成 穿 一般的 民間的服裝 穿便服 繼續留在台灣 再操控一些雷達的基地 還有一些通訊管制中心 只是他沒有穿美國的軍裝 很多都是潛伏在台灣 包括一些情報機構 包括一些情報機構 好 那我們來談那個 台灣建國模式的探討 自治建國 我們來看古巴的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在1898年4月25號宣戰 在12月的10號就簽訂巴黎合約 西班牙戰敗而放棄的古巴 這個類似台灣 還有割讓菲律賓波多里克關島 只是美國在1902年的5月20日 接住古巴獨立 那個才不到三年多而已 後來美國就很後悔 他太早讓古巴獨立了 他沒有先把他們建置好 民主的素養 所以很快就被卡司祖推翻了 那個 古巴等於說在美國的後院 他屁股後面插一條 那個 一插一插了 那個 好像1969年那個 古巴飛彈危機 差點發生那個 私家戰 好 那個我們把古巴跟台灣的境遇 去比較一下 他們都是因為合約被放棄 可是古巴他獨立成功 台灣卻到現在地位未定 原因是因為 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他可以獨立 可是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就沒有辦法割出去 所以獨立出去 OK 好 那個菲律賓的建國模式 這個也是巴黎合約 從西班牙取得菲律賓 那個菲律賓他有非毒 他是想要反抗 這個美國 所以都用游擊戰 美國就被 美軍被騷擾得很辛苦 他來偷襲美軍 然後美軍就派去追腳 然後 菲律賓有兩千多個島 他就這邊跑 那邊那個島跑來跑去 美國頭動了很 都跟他講說 我讓你有十年的自治期 可是他中間他有 有兩年是被日軍佔領 一直到1945年9月2日 日本政治投降 那美國幫助菲律賓 在1947年的7月4號 成功獨立 你看 他是7月4號 因為菲律賓也是殖民地 他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他有資格在戰後 就獨立 原來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才 全世界才只有 有不到60個國家 你看 二次世界大戰戰後 就根據那個 舊金安合約 很多殖民地就紛紛獨立了 好 我們來講 巴洛蒂雅三橋國的立陶宛 他的建國模式 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馬上就被蘇聯併吞 因為他剛好在蘇聯的旁邊 那他們在1990年他們的民間議會 戰略11號宣布獨立 可是這個獨立剛開始 歐美很多大的國家都沒有馬上承認 一直到1991年的9月6號才完成獨立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立陶宛的人 抵制 蘇聯軍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他那個投票率低50% 所以 這在國立法上就 蘇聯軍就是沒有 合法統治立陶宛的權利 所以國際都不承認蘇聯的合法統治性 所以 他們自己辦的那個選舉 在1991年的9月6號 投票率很高 所以他們就 完成獨立 而且還是蘇聯 蘇聯 先率先承認 美國就馬上跟著就承認了 所以 他很快就可以加入聯合國 他現在是已經是聯合國的議員 這個立陶宛 抵制選舉的意義 這個跟我們參與流亡政府的那個選舉 就有很大的歧視 我就常講 當我們參加中華民國體制內的總統選舉 你拿了那張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踏入那個投票所 去領的那個票 你就已經自己承認 你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身份證 他是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自己承認 你才會加入這個投票的選舉 而且在你自由意志之下 你去投票 而且是六八九萬票 同意 讓 支持統一的馬英九當選 那代表裡面台灣人是希望 統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管 所以 是你們 是我們台灣人自己 參加那個賭局 結果賭輸了 賭輸了 賭輸了 我自己做辦事好了 我們休息十分鐘好嗎 來 起立 走 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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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